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欲大事要静 欲难事要变 欲烂事要离 欲顺事要脸 有位作家曾说过 一个人欲事的第一反应里 藏着他的学识 见识 品格和修养 而这个反应也决定了他的生活品质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在于处理事情的能力 更在于面对问题的心态 生活永远都是现场直播 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但你看待事情的角度 影响着生活的温度 也决定了你的人生高度 一 欲大事要静 晚清政治家翁同和 写过这样一副对联 美临大事有静气 不信金石无骨弦 美与大事一定于静观中思考 以静之动 先静而后谋 先谋而后动 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化险成功 静才能克服人身上的急躁之气 免被情绪影响和控制 因为在情绪的蛊惑下 纵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也能被放大成 可以撬动地球的大事 静才能拨开双眼的表象 快速找到问题的根源和破局的关键 沉静才能谋定 谋定才能干事 干事才能诚实 守静就是一个人磨砺意志 修身阳性的基础 二 欲难事要变 常听到的两句话 不撞南墙不回头 一条道走到黑 这种执着让人佩服 但有时太过执着 不懂变通 也会害了自己 这世间万物 往往很多都是迂回曲折 循环往复的 人生在世 一马平穿的时候少 曲曲折折的时候多 如果进了死胡同 不妨观察一下旁边的出口 也看看左右的岔路 但凡不是骑路 也不是陌路 那么就可以考虑踏上去 继续前行 俗话说 条条大路通罗马 只要出心不变 实之不移 那就多看结果 少拘泥于过程 此路不通 就另寻他路 他路不通 就自创新路 灵活激动的人 往往可以枯木发芽 绝处逢生 而做事呆板木讷 不知变通的人 则常常浪费掉 大好的机会 学会变通 才能困顿手 生机多 走得通大 三 遇烂事要离 智囊里有句话说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生活中的烂事 破事 仿佛自带磁场 相互吸引 渐渐的 你会沦险更多的经历 也难腾出空间 去做正经事 破赠不顾的故事 和西方言语 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为恼人的烂事 和无法挽回的破事 而一再自寻烦恼 无异于一种自虐 执着于残局 既无法让时光倒流 也无力改变现状 与其任由自己身险忧伤 不如昂首阔步走出困境 你要相信 避免跌入深渊的最好办法 是远离深渊 四 与顺势要脸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格局大的人 越是得意识 越是内敛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提拔 十年之间连升十几 在他升职三品大员以后 按照规定 要从蓝色轿子换成绿色 并且可以增加两名台轿人员 不久他又升为二品大员 按照清朝制度 可以乘坐八台大轿了 但是曾国藩仍然一直乘坐之前的蓝色轿子 除了身边的护卫 不得不增加两名之外 他的轿子前既没有引路官 也没有扶轿子的人 曾国藩紧记官场道理 不张扬不炫耀 目秀于林 风比摧之 行高于人 重比飞之 越是格局大的人 越懂得谦虚低调的人生态度 以低求高 以谦自持 因为谦和有理 虚心待人 所以赢得好口碑 得到支持 以此成就自己 低调不张扬 才能踏踏实实走得远 人这一生 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事 我们无法左右事情的发展 却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 遇到大事 应当以静制动 沉稳应对 遇到难事 需要及时转弯 灵活变通 遇到烂事 不妨灰灰衣袖 继续上路 遇到顺事 也要内敛低调 谦和待人 先改变自己看事情的态度 才能改变人生的高度 保持比生活高一点的心态 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更美的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